太子彩虎 上主求祢原领我 因为我困苦难当 求祢救我感夺我的仇敌 上主因为我呼求而已 求祢莫让我谋休 因父及子及生存之名 愿天父的慈爱 基督的圣从 圣世的恩赐与你们同在 愿意和心灵同在 大家早安 神父早安 今天的读经是从耶利米亚先知书 做先知真的是很不容易 有很多很多的时候被人拒绝 或被人要伤害他 那每次他遇到这样的 情形发生的时候 他就转向天主 求天主的援助 就在今天的读经一 我们将听到耶利米亚就转向天主 祈求天主神出援助的仇 现在我们大家忍醉 准备我们的心 参加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 我向全能的天主 和各位教友 承认我四眼行为上的过失 我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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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此恳请众生 同真圣母玛利亚 天使圣人 和你们各位教友 为我祈求上主 我们的天主 愿全能的天主 垂怜我们 赦免我们的罪 使我们得到永生 阿们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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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大家祈祷 解除我们罪恶的枷锁 使我们获得心灵的自由 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 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 祂和你几圣神 永生永望 阿们 公读耶勒米亚先知书 我听到了许多人的辱骂 和群众的恐吓 你们揭发 我们就必控诉他 甚至我所有的朋友 也侦查我的破绽 也许他会上当 我们必能胜过他 向他报复 但是上主与我同在 像一位恐无有力的战士 因此 迫害我的人都要失败 绝不能至胜 由于谋事不成 必将蒙受极大 而永不可磨灭的羞辱 万君的上主 你考验义人 洞察人的肺腑和内心 我把我的案情交给你 愿你使我看见 您对他们的报复 你们要歌额上主 赞扬上主 因为他从恶人手中 抢救了穷人的性命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我在急难中呼求上主 他听了我的道声 上主 上主 我的力量 我爱慕你 你是我的磐石 我的宝障 我的救主 我在急难中呼求上主 他听了我的道声 我的天主 我的避难所 我一心投靠您 我的护盾 我大力的救援 我的堡垒 我一呼求 应送送阳的上主 他就把我从仇敌中救出 我在急难中呼求上主 他听了我的道声 死亡的洪水围困着我 灭顶的巨浪冲击着我 音符的绳索缠绕着我 死亡的罗网等待着我 我在急难中呼求上主 他听了我的道声 我在急难中呼求上主 向我的天主求助 他从圣殿中 听了我的道声 我求救的声音 传进了他的耳中 我在急难中呼求上主 他听了我的道声 主耶稣 主耶稣 我们赞美你 愿耶稣 我们赞美你 愿主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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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在 天涯心灵同在 共度圣 若望福音 主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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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灵同在 那时候 犹太人又拿起石头来 要炸耶稣 他对他们说 我把从父来的许多上事 显示给你们 你们因为哪一件 哪一件要炸死我呢 犹太人回答说 为了上事 我们不会扎死你 而是为了亵渎的话 因为你是人 却把自己 当作天主 耶稣说 你们的法律上 不是记载 我说过 你们是神吗 经书是不能废除的 如果 那些承受天主化的人 天主尚且 称他们是神 那么 父所圣化 并派遣到世界上来的 因为说过 我是天主子 你们就说 你所亵渎的话吗 假使 我不做我父的事 你们就不必信我 但若是我做了 你们纵然不肯信我 至少要信这些事 这样你们就清楚知道 父在我内 我在父内 他们又想抓那他 他却从他们手中逃脱了 耶稣到了 约旦河对岸 对岸 到若汉 从前实习的地方 住下来 有许多人 来到他那里 说 若汉 没有行过神迹 但若汉 关于这人 所说的一切话 都是真的 在那里 有许多人 就信了耶稣 上主的圣言 基督我们赞免你 大家平安 我们跟别人的关系 会受到我们的情感 我们的情绪 或是我们的偏见 但是我们看 如果人 人就是会改变 我们可能是因为 那兄弟或是姐妹 跟我们有关系的 在团体的来往 有关系的 兄弟姐妹 他们有改变 他们自己生活 他们或是做了什么事情 让我们对他 有一些的改变 不再受我们的 以前的对他 所做的一些的判断 但是 耶稣跟法利塞人 跟金士们 他们的关系 就是 就是 犹太人 这些法利塞人 金士们 对耶稣的 那个 那个想法 一直没有改变 一直没有改变 所以从开始 他们对耶稣 有这样的一个 一个想法 他们拒绝 耶稣 不会接纳 耶稣 一直下去 到最后 把耶稣要处死 在今天的福音里面 我们所听到的 他们听到 耶稣前面 他讲 他跟父的关系 他们就拿石头 来 扎死耶稣 原因 是因为 耶稣 说 他是天主子 所以我们之前 我们听过了 耶稣 告诉 要 显示他自己 他是天主子 也 也显示 他们人 他们自己的 他们是 是怎么样的人 所以当耶稣 显示 他是天主子的时候 这些人的反应 就是 拿着石头 要扎死耶稣 因为 他们的法律 本来就是 这样的要求 人 如果 亵渎天主 不 不仅是 犹太人 或是外邦人 如果他们 亵渎天主 人就要 用石头 把他 扎死 所以他们 有理由 可以这样做 那耶稣 面对 他们 这样的 这样的 做法 他 怎么 辩护自己呢 其实他 知道 他最后 要走这条路 要走死亡之路 但是他的时间 还没有到 所以耶稣 就要 辩护他自己 他就用了 刚才我们说 听到的 有那些人 你们有没有听过 天主说 你们是神 你们是神 那这你们是神 到底是在哪里 那天主所说的 你们到底是 什么人呢 我们看 看在圣勇 圣勇八十二 圣勇八十二 应该是第一到 第六节 就可以看到 那这圣勇呢 是给 民长 给民长的 你们应该保护 受苦的人 和孤儿 为 贫穷 与可怜的人 主持 正义 因拯救 这个是在圣勇八十二 第六节 天主说 你们是神 那这些人 为什么被称为神呢 是因为天主 把他的权柄 交给他们 他们要照顾 这些人 他们所做的是 代表天主 以天主的名义 去行事 所以天主就 称他们为神 好 耶稣就用了这圣勇 就告诉他们 这些人 他们只是听了 天主的话而已 他们就被称为神 而我 我是被天主 所祝圣的 天主所祝福的 天主所派遣来的 要完成 天主托付给我的使命 我只是说 我是天主的儿子 有太人 很多很多的地方 他们也认为 他们自己是 天主的儿子 有很多很多的国王 打位 也认为 自己是 天主的儿子 当耶稣说 他是天主的儿子的时候 这些人说 耶稣 亵渎 天主 他们就用石头 要来 扎死耶稣 所以耶稣就问了 你们来扎死我的原因 是哪里 我做了什么不好的事 我把天主的消息 传达给你们 你们是因为 我所做的这些好事 来扎死我吗 那耶稣讲的 他用了他们的圣经 跟他们讲的 为他自己辩护 但是有太人 有改变他们 对耶稣的看法吗 还是一样 他们无法改变 他们的心 反而 他们的反应 他们就是做一个决定 要来抓纳耶稣 要抓耶稣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耶稣就从他们中间就走了 因为他的时间 还没有到 耶稣去哪里呢 他回到 约旦河 约旦河附近 就是 若汉旗子 死去的地方 他回到那里 在那里 有很多人 接纳耶稣 有很多人 相信了耶稣 好 这个是 我们所听到的是 犹太人 他们跟耶稣的关系 他们已决定 要拒绝耶稣 一直到底 拒绝耶稣 我们自己呢 在 我们跟别人的关系 在我们的团体 是怎么样呢 我们是否是 因为我们对他 有一些的偏见 我们就无法改变 我们对他的心吗 别人所做的 我们就相信 别人也会改变 我们也对别人的态度 也是一样的 要学习 也要一样的改变 可以接纳不同的人 现在让我们 把今天的祈祷的一项 奉献于天主 天主 我们把今天的全部 生命奉献给你 请你知道 我们是思想和言行 使人些都增加你的光荣 帮助福音的传播 主 愿你与生存 充满我们的心灵 使我们今天的举止 也以你的旨意 为全神 承议多福 我们全心 全灵 全意 全力 相爱 我们决意 把个人今天的一切苦乐 成败奉献给你 并愿把世界各地 所举行的弥撒 呈献给你 为光荣你的生命 并未拯救世人 主 请以你的宠爱 沐浴我们的身心 全能永生的天主 求你配赐我们圣神的恩宠 求你把会之其恩的安慰者圣神 幸福于我们 及一切亲友的心中 求赐我们敬畏及笑爱之神 Amen 求赐我们聪明及刚义之神 Amen 求赐我们超见及明达之神 Amen 求赐我们最高的上智之神 以上所求 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Amen 请大家祈祷 天主 求你使一切信仰你的人 卷起成见 少除障碍 使基督的信仰 在各处蓬勃发展 我们把一切伤心人的意愿和希望 交托在你手中 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为他们祈祷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名受显扬 愿你的国来临 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 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嫌疑诱惑 但救我们免于凶恶 Amen 愿主与你们同在 灵与心灵同在 愿全能的天主 圣父 圣子 及圣神 降福你们 Amen 我们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 礼成 你们去传报福音吧 感谢 圣祝祖 不是一条一路 我们天堂日渡 路上就让紧紧满满时 不是一条一路 我们天堂日渡的地下来的 无辜天堂日渡的地下来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